LAYO 了世紀 天地的五星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來看賽爾特爾人對上不列碟人 這場比賽是天地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這邊出生點位 11點鐘方向的紅色玩家 路易斯 英國天才少年 高手也是非常頂級 分數來到2600分 HERA則是在6950分 所以他的分數是足以碰到HERA他們的 我們接下來看一下這場比賽 他遇到的是Reviper 這個是世界目前第二強的玩家 也是我最喜歡的選手Reviper 先來看一下賽爾特人特色 賽爾特人特色是他的挖木頭的速度特別快 而且工程器的攻擊速度也是特別快的文明 他的步步移動速度也是遊戲裡面最快的 而且只要點下金罐 這個工程器的血量也是最多的 銀冠技術點下的寶壘 這個劍塔跟城靶的攻擊速度也是最快的 所以賽爾特人他的特性非常的多 那他比較缺點是沒有品種 所以他的優小會稍微弱雷一點 甚至沒有三級馬凱 攻兵路線沒有強弩 但是有些玩家會選擇打這個馬攻 但是這個馬攻無限的其實也不是那麼厲害 所以他也沒有三級射 所以也沒有拇指環跟安息人戰術 所以通常看到他打馬攻的時候 通常已經輸爛了 而且也沒有品種 那賽爾特人還是要多靠他的工程器 跟他的騎兵路線或是他的步兵路線 去做主力會比較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Viper這邊選擇的文明是不利蝶人 不利蝶人最大的特色是吃綿氧的速度很快 這種可以馴服的動物 那吃的速度夠快的關係 所以前期很適合打棒棒開局 或是打肉馬開局 都很適合不列顛 那不列顛後期他的工兵射程是最遠的 但他的騎兵路線比較弱一點 沒有這個品種 但是有三級馬凱跟三公 這個三級馬凱的效果 讓他用這個肉馬打戰毛兵 效果是非常好用的 那不列顛還是後期要靠長弓跟槍兵 作為主力會比較適合一些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地圖 那地圖方面目前看一下Viper 這裡有一塊黃金 這裡有一塊 下面有一塊黃金的位置 只有這塊比較難受 這一塊應該可以守在裡面 沒什麼太大問題 但是以Viper的尿性來說 不是尿性 以他的天梯打法來說 不太會把地圖為死 那這塊金可能就不太好手了 還有這個伐木區了 或許會想要嘗試插箭台來防守 也說不定 那如果不為死的情況下來講的話 那後面這一塊果汁蓄域的話 可能就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前期來說的話 Viper的地圖不算太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路易斯這邊地形 路易斯這邊地形呢 路易斯這邊地形呢 是左右兩片一塊黃金還不錯 坐在偏後方的位置 但是主金在前面 而且還是前方有高地的情況 當然路易斯這邊有細節做好 把這個高地給圍好了 好那現在路易斯直接兩棒棒開局騷擾 那是兩棒棒加一隻肉馬 稍微騷擾一下 那這個打法的優點呢 可以去阻止對方 去把家裡給圍死 但還好 Viper本來就是一個不喜歡圍死的人 所以呢 這個兩棒棒開局騷擾 並不是太大的影響 但這隻說明會有點危險 好再回來再打一下 好這個肉馬已經被打到殘血了喔 呵呵 Viper的村民真的是有夠強悍啊 這個肉馬怎麼尻到了剩下9滴血了 再三拳就可以拿下了 OK 大家可以先吃蛋 好終於點下了 好 Viper這邊趕入趕到 頭破血流 好 把這裡試煉場圍一下 好繼續吸收 好 這間場先點下兩隻工兵 先把礦場圍好 食尚工兵路線 好現在村民暫時在裡面躲一下 好 先把肉馬給秒殺 剩下一村圍一下 再把自己圍起來 殘血的棒棒也搞定了 好來看一下路易斯家 目前有圍好嗎 好看起來圍得差不多 果不其然 MIPER不為死 為死的是路易斯 路易斯打得很穩健很穩健 確定他是真的穩健型的玩家啊 好這裡 找個地方 殘血了 呃 能拿下這一村 尷尬喔 路易斯這個肉馬會打不贏 哇殘血拿下 MIPER的肉馬 很極限很極限 路易斯這邊打得很緊張啊 好這邊有隻獅子在幫忙輸出 VIPER這一波打得非常不錯 把路易斯剛剛逼得有點狗急跳牆啊 好但是VIPER的村民數暫時是落後的喔 這邊是先點下輪軸技術 TC閒置呢來到了20秒 大概是一隻村民的慘人喔 好 右邊兩隻工兵順利的被毛兵給拿下 拿下了嗎 欸 沒有拿下 遛了回家 我剛才奇怪怎麼拿下了 好 那現在工兵存到了六隻 好 先用工兵點掉槍兵之後 工兵往回啦 再往上走 上面高打低 射掉了毛兵 路易斯家裡現在狀況準備要來生城堡時代 他應該不會太想要在封建室打太久 因為打越久 就越他最不利 因為這邊棒棒開局之後 轉毛兵防守 會比較適合打這個城堡寶兵喔 那我們的會影片教學西班牙的 直層方法 也是教大家把家裡為死出毛兵就好 就不用出棒棒喔 因為棒棒太吃操作能力了 所以教學還是教一些簡單可以安全直層的東西 好 VIPER這邊 已經開始進攻牧牆 那最近教學影片喔 比較少累出喔 是因為我最近真的是太忙了 出了直播跟日更影片喔 都是蠻花時間的喔 還有一些現實中的事情要處理喔 所以這個在等我們會影片的會員們 說聲抱歉喔 最近真的是沒時間更新喔 預計喔下個月開始喔 又會繼續陸陸續續的更新 會員影片喔 感謝各位的再次大力支持喔 感謝各位 感謝各位 好那我們回到比賽當中喔 路易斯這邊已經升到了城堡時代 好準備毛兵升級上去 VIPER的工兵 2級射奴兵已經升級好 好 3TC要不要直接下呢 不列電的城堂中心 木材半價非常不省 3TC補下 這一波不虧 好但是有點缺乏資源 毛兵出來 點了一下往右走 肉麻還在輸出 毛兵開始往前推 VIPER這波可能要損失慘重了 好果不其然點了一個3TC出來 VIPER是選擇了小小微 然後補下了一個攻擊器 製造索 好有TC就能守住 3TC開農 那現在點了一台弩炮 那現在這個版本喔 前期出弩炮真的是很滑順的一件事情 有彈道學打的特別準 終於不用怕這個弩炮打了什麼 個寂寞的感覺了 防守對方的毛兵跟步兵 都可以稍微不錯的防守能力 好片上這一串燒 串到了一堆傷害啊 現在有單刀學了 打的特別準 甚至連騎士都可以預判他的移動位置 好VIPER這邊開始繼續補工兵 工兵繼續出門 又來到了前方 這次轉了一些騎士 想給點壓力 這邊按騎士士兵會斷村喔 所以可以看到這邊VIPER已經斷了快要一分鐘的 城鎮中心的閒置時間 這個毛兵順利拿下一隻騎士 後面這一坨毛兵加騎士溜了一下 但是奴炮依舊在防守 右邊應該打不太破 唉唷 差點衝進去了 路易斯現在是雙TC 但是一直沒有補工程器製造所 這不是該補一下啦 這裡補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打個生鯉其實蠻好的 果不其然爆炸了 這個流進去 家裡沒有工程器製造所 沒有農炮 也沒有修道院 路易斯這邊是補了比較多的農民 再去撒農田 農田其實是蠻穩定的 但問題是二級伐木現在沒點下 VIPER這邊嘗試走的強攻物線 光兵最後不控 二級伐木還沒有點 這個不太像是平常的VIPER 平常的VIPER應該是很早期的 就點下了惡農惡木 防守反擊開農 我覺得VIPER在這一兩年來的 戰術改變來說 改變的幅度是非常非常大了 我看他的影片至少也看了 四五年起跳了吧 或是五六年 我已經記不太清楚了 他的影片的風格很早期 都是防守反擊 但現在他的主動進攻 機率的次數越來越高 以前他還會耍稿 但現在耍稿次數也變少了 人上了年紀之後 耍稿的次數就會比較少一點了 可能是會更認真去對待每一場比賽的感覺 也有可能是我沒看到耍稿的時候就是了 現在路易斯點下了投石車 投車點下了 果然還是要打個投車吧 賽特人不打投石車跟奴炮 是否搞錯了什麼 就好像那個 就跟那個醬汁一樣 沒有了靈魂 騎士瞬間秒殺 工兵來到後面 四隻工兵騷擾 空墓有點麻煩 這裡被迫收村 這裡臭民只能到對面去伐木了 家裡沒有工程器製造所 弩炮只能拉回家防守 但暫時也可以不用把那片幕去也沒關係 村民移開就好 這邊繼續強攻viper的射箭槍 哇賽特人攻擊速度就是快啊 很快就又砸掉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這裡投車拍了一下 打到了騎士一些血量 這邊也有騎士 可以防守回去 MIPER這邊搶攻之後 迴轉了 TC 這裡一隻騎士被招 投車直接被MIPER的騎士硬吃 三台投車順利拿下嗎 套一台 好 不得要自敵騎士了嗎 不用 被戰盲兵給收下 MIPER這邊轉了一些騎士 防守這些投車效果是非常非常的好 賽特人最強大的還是他的身頭戰術 這個搶城王從目前到現在 他的最強打法還是身頭戰術 他以前很常打 現在好像沒那麼常打了 所以搶城王這個東西 不太需要介紹 我覺得沒啥特色 以前的話可能還會介紹一下 現在的搶城王 跟我覺得 介紹他的CP值 並不是那麼的 有用 好 好 那接下來 接下來 VIPER 墊下了三個馬就 第四 三隻慢慢出 後面有騎士還騷擾奪線了 這一波奪線 VIPER有一點弄到路易斯 路易斯這邊拉了一些 戰盲挽回 但是僧侶並沒有看到騎士衝了過來 開始一頓輸出 這一波城堡可以蓋好 OK VIPER這個體系被壓制住 古今現在瘋狂挖 好 古今可能會被控制住 這邊要趕快來點帝王時代了 好 這一波騎士抓到兩隻村民 戰毛兵在這邊被三隻騎士 瘋狂輸出當中 好 這一波又抓到你的伐木工 又要收村了 哇 這一波路易斯家裡有點炸裂 好 現在全部的村民在這裡 瑟瑟發抖 好 怎麼辦 外面有騎士啊 好 這邊又被收到騷擾 又收村 當然騎士快要解掉了 但這邊又溜了過來 這裡又再收村 哇那真的要吐了 好 MIPER利用這些騎士 爭取到了 升到帝王時代的空窗期 好 甚至連手推車都給他偷偷補了下去 好 還有一隻弓兵在後面繼續騷擾 結果這根城堡在前面沒有繼續 輸出 好 有點可惜喔 這個松蘭武士的話 是我的話 一定是把機器點設在這個TC下面 開始 開始一頓輸出 哈哈 這個就是我送兵的原因 想要控制住這個城鎮中心 讓他修不起來 好 直接控制他附近 好 那現在路易斯也順利的點下了帝王時代 白普 點下了蛙精 看起來白普應該是要走回工兵路線喔 今天賽特也沒有火炮 工程器的射程也是正常 只要長攻全點完 還可以第一手實踐進行反制工程器 長攻兵路線應該是有機會看得到的 好 但白普這邊果然是不按理出牌啊 開始在轉奇兵科技了 二級馬凱點下了 左邊兩隻騎士有機會抓到一波白普的村民 現在白普的村民現在是領先狀態 一百零九村對上九十五村 臭民宿現在是領先十村左右 十四村左右 現在白普的臭民宿補得比較慢了 但是黃金非常綽綽有餘 長攻並沒有要打算點 因為還沒有城堡 好城堡出完我們就知道 白普到底湖裡賣的是什麼藥 好 兩隻騎士過來 白普有看到 臭民沒有打算直接圍起來嗎 再圍一下 好 稍微把殘血的拉走 分取一下時間 城堡準備蓋好 城堡一蓋好 準備按的是巨型頭時機 帝王一扇巨頭還是要趕快按 好 賽特人路易斯 這邊沒有打算走工程器 而是走松蘭五四 松蘭五四 攻擊力天真很高 而且造價便宜啊 哇哇這一波衝進來 白普不轉工兵 可能會輸喔 這個地方沒有太多東西可以擋住 沒有三級射 現在是補了一個三級馬卡 白普果然被路易斯的一波收藍五四給衝爛了 這一波路易斯打出了很好的戰國 經濟也開始拉平了 左邊這根城堡應該是來不及補 支援點趕快圍趕快圍 這裡再補個十牆 補個城門 高速補城門 補房子也可以 趕快補趕快補 這根城堡能蓋起來就穩了 看著白普也不幹失落 這邊騎士肉馬 繼續往你家送 你弄我我也弄你 互相傷害 所以就是四級地獄 來吧來吧 這一波 兩邊都是BBQ 但是路易斯這邊看起來更炸裂 右邊這一坨牧區也要被迫收村 一隻騎士讓這麼多村民沒有辦法正常工作 賺了賺了 這邊繼續拉一些前騎兵加騎士 來解掉松量武士 這波常攻兵沒有繼續按 很專心的在產生巨型偷襲 遠白普這邊只要巨頭 戰一打輸 可能會直接沒有辦法有機會產常攻 這邊是很聰明的 先點一下戰狼科技 之前我們的不列店影片有提到 不列店的打法也有這種巨頭三塔安出來之後 鬼轉戰狼號的打法 這個打法優點就可以直接把巨頭當成火炮用 敵方的巨型投擲機 往往是打不贏不列店的戰狼號 好這根城堡沒有修理好 增兵技術並沒有研發好 有點可惜 到松量武士看到 趕快拉走 但是還好現在有戰狼號了 靜觀技術有了 但是現在松量武士有點難打 巨型投擲機要趕快跑了 溜過來了 後面Viper並沒有為死 這就是Viper踏天梯練習的方法 維加用兵力防守 好現在路易斯點下了三級的板甲 彈道雪也點下了 騎士在後面開始一頓輸出 現在用騎士檔有點奢侈 但是沒辦法 雖然武士現在沒攻兵的話 依舊是很難去交換成功的 好現在三台巨型投擲機開始往前 想要尋找這根城堡的目標 Viper已經看到了 好但路易斯也有看到你的巨頭 看到三巨頭架起來趕快走 這可是有戰狼號的巨頭 路易斯現在經濟有點糟糕 只有111村 經濟有點極限 Viper這一波肉馬加騎士的擋法 對於喜歡打不列電的玩家 應該是蠻陌生的 通常玩不列電的人都是想玩攻兵 但是Viper這一把是走了騎兵路線 好騎兵路線這邊有機會抓掉三台巨型投擲機 但是看到沒有往前伸追 選擇了往後拉走 路易斯這裡是有點下二級射的 所以這邊射程是比較遠一點 這個城堡 看起來這個城堡應該是要守不住了 好Viper後面這一波雖然我是加騎士的聯軍 但是現在有騎士 防守機動型很好 好騎士出關 現在Viper常攻兵 沒有打算按 繼續走騎士 想要一波帶走路易斯 路易斯這邊要小心了 看要不要補個大槍兵的三角 不然家裡一堆騎士在繞 經濟很差 Viper已經領先了非常多的資源 領先了快要8000資源 一直收村一直爽 沒有辦法正常工作 經濟就越差越大啦 路易斯的經濟被Viper滾了雪球 Viper點下了銀罐 亦有其兵 看來還是想要走攻兵路線 走的是強奴嗎 不是 又補了城堡 看來是走常攻路線 繼續走 OK 現在Viper騎士又溜了進來 這一波村民又要慘收到這些騎士的追殺 後面的騎士直接扛住 路易斯直接打出了拒絕 我們恭喜Viper拿下比賽勝利 這一把Viper果然是沒有為家 跟我想的一樣 最後是靠著騎士防守防得很好 對方的路易斯賽特的鬆爛武士 沒有辦法一直持續打出騷擾的戰果 反而是讓Viper的不列電的騎士 沒有品種騎士打出自己的身價來啦 這只能說Viper轉兵還是轉得好 戰狼號點的時機也是非常的標準 跟這個犀利的時間點 三巨頭一出來巨頭就點下 這其實很困難 因為這個戰狼號是木材消耗量很大 還要黃金 資源其實不是那麼好噴出來的 那Viper這邊經濟細節控制還是不錯的 47片田可以穩定產出騎士 而且不會喪失自己黃金跟木頭的消耗量 這個平衡性控得很好 我覺得是這場很好看的一點 好了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訂閱影片的話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